好 新闻一开始我们带你来关注的是各大报的头版头脚点 来看到这是民进党全代会16号在台北原山饭店举行 为该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造势 而同一时间在凯道上头则有非绿势力发起的716大游行的活动 估计是有2.5万人顶着35度的高温 向蔡政府怒吼要居住正义 司法公正 但是蔡英文总统同时间她是身穿着她的绿夹克步入原山饭店 媒体当时就问到蔡英文会不会觉得很热呢 好 蔡总统当时还笑着回应说冷气还不错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昨天就表示这样讽刺的画面就是台湾的真实现象 好 持续来关注这是旺报的头版头焦点 大陆的官方他们在17号公布上半年GDP的经济数据 好 现在透过了对经济专家问卷的调查 现在显示是以40%认为第二季的GDP增数是6.5%到7%占比为最高 而值得注意的是调查当中有八成的专家认为 债务风险会成为下半年经济复苏政策发布的重要考虑因素 强调地方债跟房地产的债务仍是防范的重点风险 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道不足则是各项政策同时加码 发布大规模经济刺激的可能性会是比较低的 体谈消息来看到的是西班牙新生代球王艾卡拉兹 他在16号苦战五盘之后呢力勤球王乔科维奇 在温布顿网球锦标公开赛当中 南丹风王让乔科维奇他温网五连霸跟八度风王梦碎 也吹响了男子体谈网谈的世代交替的号角 好另外持续来关注的这个是去年因为受伤 所以这种纪免赛我国的网球好手谢淑为 他在今年付出是屡创惊奇 在上个月发网高捧金杯温布顿跟杰克老搭档 史翠可娃是以非种子的身份闯进决赛 而在今天压轴出战比利时的前搭档梅腾斯 还有澳洲搭档亨特台阶组合再度是以7比5 6比4胜出时隔4年再度一起是高举草地 大满贯的女双金杯 而谢淑为生涯当中的第六座 大满贯也是一病入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